大家好 那么香港的明报 评论指出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近来公开活动频繁 视察主题涵盖生猪生产扶贫到自贸港 还主持稳定外贸外资的会议 迹象显示 他很可能接替李克强 成为下一届总理 香港这个明报 大家都知道 这个消息来源也是比较广的 这一次他认为胡春华应该是接任李克强 下一任的国务院总理 为什么呢 他说在08年修宪以后 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 但是没有取消国务院总理的任期制 根据大陆的宪法第84条规定 国务院总理每届 任期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总理副总理 还有国务院委员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这就意味着2013年就任总理的这个李克强 任期在2023年第14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就要进满了 因为干两届了嘛 干两届就不能再连任了 所以两届是上线 李克强就要退下来 那谁接替呢 现在香港明报说是胡春华 他分析说按照惯例 新一届总理的这个继任人必须在人大换届前一年的中共党代表大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因此啊 李克强的继任人必须是2022年秋季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成员 此外啊 除了中共建政首届的这个总理周恩兰以外啊 国务院历任总理在上任前都必须有副总理的经历 当前啊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目前有四人啊 排序韩正啊 孙春兰 胡春华和刘鹤 国务院副总理 那明报上啊 即使下届总理热门人选仍有他人啊 仅凭啊 但仅凭年纪和履历 如果届时不出现十分冷门的黑马 胡春华啊 应是下届总理的最适任人选 胡春华1963年出生 2023年中国政府领导换届时啊 将60岁 那既然明报这么是吧 言之糟糟 咱们看2022年啊 秋季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政治局常委有没有胡春华 可以看到时候看 公开报道情况看 胡春华近期来 近期来看活动频繁 频繁现身 他的活动主要包括啊 这个 主持七次中法高别高级别财经对话 14号主持着叫召开重点 省市外贸外资工作座谈会等 武汉疫情期间呢 疫情趋势延缓 从4月到7月 胡春华先后到访中国13个省市区 调研视察的主题涵盖扶贫攻坚 农业与畜牧生产 促进就业 自由港建设 他6月到陕西时啊 还曾特意到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当年以知青身份落户插队的 梁家河去 那胡春华在副总理中啊 主管农业农村自然资源 人力和社会保障 商务等部门 2018年5月 胡春华还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组长 并在19年5月成立 新成立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担任小组组长 全面脱贫保留业 稳外资稳外贸 这些都是中国政府今年的 在经济方面重要的执政目标 而在经历去年非洲猪瘟 和今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冲击后 这些攸关民生经济的施政 更是责任兼具 也可以看出这个胡春华被委以重任 香港《明报》分析啊 透过央视报道胡春华 这些视察活动可以看出 与2018年他上任之初的内联表现 迥然不同 近期胡春华在电视中表现的 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这些变化值得留意 我觉得有点早啊 我告诉你有点早 2022年呢 他得2023年才能接班了 如果现在20年还有三年呢 很多事都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就告诉你 有时候你看这个海外的像《明报》啊 像《台湾》啊 香港这些媒体啊 研制糟糟的 谁谁谁谁谁谁接班 结果到时候都不一样 我告诉你啊 真正接班了 现在你都看不到 得到真正 刚才讲了 2022年2022年第二十次啊那个大表大会出来以后才有可能 我自己觉得啊 我自己觉得 韩正啊 韩正或者是刘鹤 希望更大 胡春华呢 希望不大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你有不同意见 那就不同意见 反正 每个人 每个人的想法 他这点说的对 就是当总理之前 得先当国务院副总理 你得先当副总理 那这几个人呢 他会在各个不存的层面都竞争 有竞争 然后呢 为国家做贡献 咱们就看吧 这些各方面 谁表现最好 到时候2022年 2022年 看谁能进中央这个政治局常委 那就看吧 如果这四个副总理 有一个进去了 那就保证 2022年 基本上就是他 国务院总理 今天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但我觉得胡春华呢 跟其他人比较起来 其实没有太多亮眼的成绩 你说跟韩正 跟刘慧 刘慧 大家就是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就刘慧来回跑 胡春华 报道是报道了 但是还是看这个扶贫 扶贫这块 能不能把工作做起来 今年呢 我觉得是个坎啊 很多特别 国务院这块工作特别难 都是问题 这回又又是发大水 对于扶贫又是比较难的 还是还是看成绩 这个我觉得共产党这一点 就是平本是饭嘛 你成绩干得好了 大家有目共睹 那你就上 所以他们之间也在竞争 对吧 各个各个抓一面 你说贸易这块刘慧 是吧 头一年 19年的时候跟着一起跑 对吧 中美贸易战 这大家都知道是特别代表刘慧 吗 然后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韩正啊 什么这些 对吧 所以大家看吧 都抓不同方向 有的抓经济的 有的抓的是这个对台 对台工作 有的抓对美贸易贸易战 有的是抓着对内 卫生啊 防疫这块 各有不同的重点 所以就看最后 最后2022年 看谁能进入政治局吧 我就是这么看 现在我觉得他主要 现在把胡真华捧出来啊 有一种捧杀 我觉得后续不好 这个时候提前三年就把这个 有些事给说了 那我觉得最后结果肯定 不可能向这个方面发展 这之前很多东西都印证了 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事让你一下就看透了 也不是中国的事